現在測試一下聲音跟 實況的這個狀況有沒有正常 我自己看起來還是有 然後 我今天下午其實都在測新電腦的狀況 那新電腦還有一些狀況需要釐清 需要調整一下 所以我現在還是在用這電腦 那但是來回換電腦跟實況軟體的裝置這樣子 硬體軟體都有 這樣子重新的調整其實OBS會出一些問題 剛才蠻奇怪的 我在OBS的本地端的錄製跟 畫面還有資料顯示上都是有聲音 但是實況的時候大家說沒有聲音 所以我現在重開了一次 理論上實況大家應該是正常的才對 理論上啦 然後 OK這改成打三隻大食屍鬼 這競技場居然是可以SL的 好 三隻大食屍鬼就 勝率就高多了 對 也不是三隻大食屍鬼吧 可能是三隻食屍鬼而已 看一下 之後再看到底是不是大隻 七十三的 呃 七十三的疲勞值 這一個44 聲音正常的嘛感謝感謝高資 休息一下 讓他們有時間治療 治療完再打這個食屍鬼的競技場 挑戰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多賺點錢喔 我們要差不多幫我們的隊員換好一點的裝備 跟累積資本讓我們到時候可以有時間去把 就有這個余裕去把比較有潛力的人招募進來之後弄成腦殘 然後再想辦法洗腦成邪教這樣 彎道怎麼變斧頭了因為 斧頭比較好啊 那斧頭是北方武器 彎道是南方的 OK OK 中文字幕——YK Hmm Shit 哇靠 這麼糟啊 這 機率完全在賣我啊 80%也打不到 這次應該是已經結束了 你們又說遊戲沒聲音呢 所以 這真的超怪 遊戲沒聲音 OBS卻說他有截取到 有遊戲聲音但遊戲聲音很小 難道是Windows的鍋 有了嗎 靠那真的是Windows的鍋 我把 我把OBS裡面有個選項叫做停用Windows的 音量自動調整 那個打開之後就正常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媽的 真的又是他媽Windows的鍋 超多問題每次都是Windows改版或是幹嘛導致 1 2 3 1 2 3 拜託你打中啊 算是 堅持要抓他 自救 完美 换位换位真的是好技能 好了競技場五勝 大家應該都很開心 runner遠防兩點還要點嗎 先發四點繼續衝 因為中甲之間還是要爭誰先動 不是只有輕重之間有分 所以 即使大家都是中甲 還是有比較快動的中甲 跟比較慢動的中甲的差別 他的VS就有蠻有可能沒不好用 因為他自己的resolve太低 可是邪教的等級上去之後會再加五點 也還是不太夠啦 再加上競技場 嗯 我看一下啊 Skater and flee Infleet has at least one point of damage to hit point triggers a morale check for the opponent with the penalty equal to 20% of your resolve 5-10% of minus 10% as opposed to with no penalty 1-10% of the penalty only if at or above 50% of damage 本來是要造成15點以上的傷害才能觸發士氣檢查 現在改成任何一點傷害都可以 但是 他觸發的檢查是我的20%的決心 20%才6點 -10基本就已經變負的 就沒了 我不太確定耶 恐懼以前不知道功能跟現在有什麼差別 我不知道 就不記得以前的功能了 現在看起來這個給他是絕對會超爛的 因為他根本沒辦法 他的20%根本沒辦法超過10點 之前沒有減10 單純的就是20%的決心轉為 試氣檢查是嗎 這個都沒什麼機會 試氣檢查是嗎 我都不喜歡 就是你 內地雲 為何 你 這個對他應該不重要 所以我在想剩下的泛用技能應該是underdog underdog 还有 Bzirk Bzirk拿锤的觸發機率是不大 而且等他真的進入重甲疲勞狀態的時候 就算拿回4AP也沒辦法動 所以搞不好最後還是回頭去點天賦異名 那不如我們就找拿找享受吧 直接先點天賦異名 現在覺得BGM太大聲 那可能他真的整個禁用Windows調整音量之後 反而音量有點大 看一下 這Master音量已經這樣了 所以 會有點回音我要聽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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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點回音要聽自己的聲音 會有點回音一定要聽自己的聲音 會有點回音要聽自己的聲音 會有點回音 會有點回音 先改掉這個 因為我實在聽不太到遊戲遊戲被植微燈 roots 看到有多大 trained不太到遊戲被植微燈 investor의 ad or 早拿 早享受吧 早享受吧 個人偏好吧 我自己聽起來遊戲聲音是蠻剛好的 我把我自己聽自己聲音的部分關掉 不會再回應 但背景聲音這個我真的覺得 就是你自己個人的偏好 跟以前的設定是一樣的 他播的那一首音樂可能剛好比較激昂一點 但是 那不是我們之前在處理的音訊問題 導致 他又怎樣 嗯 沙漠裡面殺人的東西通常就是那個殺石怪 這個基本上我們打不太贏 有一個穩定的 盾牌防禦夠夠好的時候才會比較有機會 我現在整隊都是拉變 來去北方準備找找看有沒有賺錢的機會 呃 這把匕首因為我們打不太贏什麼劍武者或刺客這類的東西 所以這把匕首我們基本不買的話 沒什麼入手的機會 就自己買一把 有誰的近戰攻擊比較好的嗎 這其實 感覺就你了 Fat House 唯一一個通航的港口 一千多 準備要去唱歌了嗎 沒 沒那個時間 我今天我今天已經忙到翻掉了我還要再去給他唱歌 而且 早上就已經給他唱歌很久了 12個遊牧民 A few archers many outlord 嗯 也不是沒機會 我覺得把傷兵去掉 我們還是有機會打看看 你看 嗯 兩把大槌 都是木頭的 一把 夜戰這麼近的命中率都還只有26% 太慘了 不 蛤 靠 已經一堆人都搞砸了 命中率高的沒打到 命中率低的也沒打到 全部都沒打到 先牙齒再說 擊退破盾 各種灑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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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压制的不要敲到 靠盾牌是100%的没救 至少攻击的没有敲到 这也是机在动摇 晕了 晕了真的解不了这一只 双手锤连续好几回合都没打中 晕一只 这体能太烂了 匕首连戳完都没办法 靠 护甲爆了要被鞭子打死 2 3 3 4 5 終於中了 不要 Fuck 運氣太衰了 只是熱晶石比較靠賽還是戰場兄弟比較靠賽 分階段不太一樣 整體平均下來的話應該還是戰場兄弟吧 戰場兄弟靠賽主要是還是有一些東西的設計不良 但前期後期的穩定性還是差蠻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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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暈 至少有打中了 OK 撤退了 撤退了 我們就也不用特別 再針對他了 直接衝弓箭 他因為有煉家所以舉盾應該不太有效 直接用鴨子比較好用 再炫退了 再炫退 快 好 這場的骰子跟上一場真的是天壤之別 中藤咖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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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子堡你拿 狗在你 刺激崩不掉了 刺激崩不掉了 我們士氣崩得差不多了 刺激崩不掉 沿途 刺激崩不掉 好 好 可能可以保住盾牌 如果你忘記火長矛的這個噴火需不需要補充彈藥 如果會的話我們就其實不需要盡量不要用 聽說戰場兄弟跟S-2一樣機率90%體感只有50% 完全沒有 對阿完全沒有那回事 戰場兄弟的機率 體感上我從來沒有覺得他黑閃 S抗是真的黑閃 對 我猜S抗是真的有故意做 就是機率顯示跟種子不符 跟他實際在處理用的機率不同 逼不掉 最高難度有5的懲罰沒有顯示 是嗎? 你確定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5的懲罰沒顯示也只是說 實際上是5%機率但你以為是10%而已 這個已經是最極端的狀況 不然實際上是90%機率你以為是95 其實沒多大差別 對 終於中了 反正都最後一個敵人 比手不用白不用 靠邀爛你沒有比手 換一個有比手的來 謝謝 換一個有比手的來 副腳快壞 還好這先發比狗快 最後有拿到嗎? 有拿到兩件 105的大便 我看一下 現在還有人這穿的比 比這個爛的嗎? OK 這個-12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對 這個-12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這個-12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在哪裡去 其實 我可以覺得 這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這個-12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我們還是一個點子 這個-12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他們的狀況一個比一個糟 Rimmer是應該真的要讓他直接戰死 他既沒有邪教等級又永久傷殘 幫你點個孤狼 節約支錢費 對啊 把他趕走還要付支錢費 雖然說沒差啦 邪教徒都超high的 他們完全不在意同伴被支錢沒有拿到支錢費 他不是小朋友 我們去照顧了 其實不在意,你會被插治 1,2,1 4,1 3,2,3 4,4 所以扣15的情況下剩下63 這個體能其實是真的不太行 如果去掉盾呢 73 這防御殘數去掉盾真的蠻大便的 三隻跟難度通常都沒有關係 畢竟到多數改難度直接改戰鬥數據跟其他東西 他指的就是加敵人的參數加5%的命中跟減5% 加加5%的防御 他等於是攻防各加5所以你5%更難打中他 加上你更容易被打中5% 這些東西正常來講我在講他是不是黑的參數的意思 只是說你在遊戲裡面看到的骰數數據跟攻防數據就是那個樣子 你不會看到的跟實際上的不一樣 告訴你95%實際上你打下去只有5% 或是根本不會中 XCOM的種子是寫死的啦 所以你你用讀檔來回測其實蠻容易測出來的 那未知敵人那個時候我幾乎肯定他是黑骰 Youtube的頁面又怪怪的 資料各種 跟不上更新不知道為什麼 奇怪 我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替代武器 這不怎麼破甲的劍 Cemetery也是劍 Cemetery是比較好的 這是比較好的軍刀 也是拿Gash的技能 不管了 先Nimbo再說 剩下的慢慢補上 Armslave 遠房4點不知道還要不要拿 現在是13 沒什麼損失的感覺 你總不會去點resolve吧 其實resolve也是有用因為你會更快達到高濕氣 你每次成功正面的事件的濕氣檢查也更容易通過 好 他這裡有點垃圾的攻擊參數 可是因為拿長餅的關係快速適應其實也幫不上他 我不太確定要怎麼救他 就基本上後來就只能去拿長餅啊 長餅至少戳4加10%命中 也不管了 这一战拿到战利瓶 应该也值不少钱 这座城也很久没拜访 我们干脆去看一下 但我们现在不缺奴隶 奴隶现在很够用 我们去北方一日游 应该说多日游下来 就算献祭掉两个奴隶 都还在安全范围 这有可能打猎犬 所以我们要试试看的 希望是猎犬 不是他 等一下 这个只是 这个只是路过而已 靠腰啊 死怪 打算核石开始换血 现在啊 充啊 Rimod 你可以的 我们对你有信心 真的 他士气满满 他 子弄 他自己都充满信心 真的不是我呼弄他而已 他自己都充满信心 他自己都充满信心 好 带姬 加油你可以的 you can do it 我靠有點猛啊 這樣還活著啊 太屌了 他擊中他的機會只有17% 夭壽欸 靠這不是普通的會閃 我幫你點了個孤狼之後就這麼猛嗎 沒有啦 前面打他是42%只是剛好賽到欸 但 現在17% OK 強整破了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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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的迴避值有多少 1-3-2在完全 没有 没有疲劳值惩罚的情况下 19左右啦 所以加上Lone Wolf是真的很闪 因为Lone Wolf加15% 只要他三格内没有队友的时候 但有队友之后他就没有那个夹值了 那个杀岩怪勒 伤残是鼻子 对 他的鼻子已经永久割除了 所以最大体能减10% 杀岩怪可能要存个挡 一个很不幸运的投资 我们就悲剧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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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顆 加油你可以的 三格以內不能有隊友 所以你可能至少要到這裡 你可以的 我們相信你 躲過了第一顆 第二顆是用盾牌擋住的 鐵拳壓制 媽比我還早動 順暢 一個沒躲過直接當場往生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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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直接就丟了 我以為他會變大顆的才丟 他那邊還那麼多隻不合一下就直接丟 等其他人幫忙把上面的丟 不應該射這隻 一個比一個眼歪嘴鞋全部打不到怎樣 有 有 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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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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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好吗 还没有被反击到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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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沒有太嚴重 哇靠你還活著 你已經兩個傷勢了 你是有survivor還是怎樣 你是有幸存者 幸存者天賦耶 90%的機會無法死亡 你要怎樣才願意死 先交差再說了 11傷勢才會永死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之前在 還在成長的過程中 就已經有很多次人物是 沒有傷勢但死掉了 這個是要想辦法幫一邊打贏勝戰 貿易品25分 三件230的裝甲 反正今天主題是練才 我們就買貿易品囉 磷磺可以用來幹嘛 我忘了 這個應該是真的用來賣的 磷磺的話就不是用來賣的 但我不知道他是幹嘛的 所以 你應該要講說 11傷勢後保證永久死亡 而不是11傷勢後才會永久死亡 這樣 這樣在語文上說得通了嗎 但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精進我們的語文溝通能力 因為太困擾了 困擾我很久了 這件跟這件就差5點的裝甲而已 我靠 也差太少了 230以上的裝甲 在南邊找應該是沒什麼機會了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貿易品有哪些可以接 直接要我們去打強盜營利 拒接 然後 看起來會賠本 這看起來會賠本 走到這裡還是這裡 走到這邊 順便看一下有沒有適合打的經濟場 路上如果有辦法掀機掉這個人的話 就趕快把他掀機掉 因為他一直在浪費我的醫療物資 不用特別抱歉 你已經算是 就大部分的情況裡面已經算是好的 加上有禮貌 比這個悲慘的案例真的太多了 這個也是要打強盜營利 可是他的預估難度只有一星 我們四隻挑軟的吃 剩下的絕對不打 白天再回來 給他裝備之後搞不好他就死了 也是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是不是 有誰的小刀 不是那麼重要也不是那麼好的 給他一把 你是要去哪裡啊 靠那是軍隊在沙漠裡面亂跑 在追強盜 一些outload 應該人數六個以下吧 六個剛好 好 等他來他們沒有遠程 所以他們一定會全部過來 全部往裸南衝喔 他們全隊衝向裸南 他們全隊衝向裸南 我們不用怕 因為我們知道裸南等一下會衝進去 然後裸南一定會優先被打 所以 其他人物不用擔心 好 哇靠 萌萌啊 哎呀不行了 被一邊甩死 鞭子的命中率只有23% 結果打中呢 靠北 喔沒有沒有不是23%這個 是39%然後打中 嗯 太慘了 因為他暈眩我沒辦法跟他換位置 糟糕 居然不是打狗 再丟殺啊 混蛋 混蛋 啊 嗯 啊 嘩 彤 這個 充滿 與 不舒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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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技能不穿甲舟真的蠻大便的 Ramer終於領便當了 太好了 而且邪教徒是不會為了失去的弟兄感到難過的 所有人都超開心 加5 遠方加3應該是不用 體能就加減點一下 也是8級了,沒什麼成長空間了 對,但跟Ramer不一樣的是他是比較狂熱的邪教徒 所以應該會稍微再堪用一點 果然要帶把武器才願意死,真的 暈眩率是75% 對不死足,對獸人都無效,這件事很傷 沒上場那一隻怎麼了,他之前受傷太嚴重 現在還好,之前因為敵人有弓箭的時候我們需要擔心一下 然後丟石頭的怪也是 有遠程攻擊,需要擔心 那現在要是休養的還不錯,等一下可以把它拿回來 這個沒什麼特效 沒什麼機會了,天賦一柄吧 沒什麼機會了,天賦一柄吧 這次很喜歡,請大家多多視乎 在那邊,我會在那邊 還可以做什麼 可以去看嗎 沒有什麼,我會不會 可以說吧 不可以去看嗎 這次我是說 不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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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只有31滴血啊 不行啊 他这个伤势太惨 我们带他去神殿治疗好了 这个有神殿吗 没有 这个有神殿吗 这个有神殿 带他去神殿治疗 因为在神殿包扎可以帮我解锁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还不错 因为我记得外科医生有加 外科医生有加治疗速率的 我 靠 The Cook不是解锁的哦 Fuck 我必须要带着八样食物的时候 赶快雇用他 没有雇用不会留下来 所以是The Cook有加血量治疗率 那外科医生真的只有保命呢 有啦 外科医生也有加伤势恢复率啦 但血量治疗速率是要看厨师 好吧 那我们还是先把厨师顾起来 外面以为我之前 凑集八样食物的时候 就达成条件他就应该维持解锁 像是其他的人物那样 但看来不是 他好了 他自己好了 他自己好了 一样这个赚不了钱 我可以按摩 那个 我们是封级的 那我们是封级的 如果是封级的 到几个忧伤 那我们可以按摩 我们可以按摩 到几个忧伤 那我们可以按摩 一按摩 把小道房回去 差你沒有買到食物 我去回任務 裡面沒有任何關於同伴死亡的負面效果 屍氣成分裡面沒有同伴死亡這件事 我會不會是有愚蠢呢 應該不像是 AX應該是指體能很好或是血很多 看一下你這個AX的稱號是怎麼來的 巨大的 OK 我要對抗兩個角鬥士 角鬥士很強嗎 反正剛好有存檔 我們試一下 打兩個角鬥士聽起來比打H9加上兩個強盜要吸引人多 我不知道這個武器的技能是什麼 我不知道他是幾格 那我們就維持這個距離 嗯 看著這個武器 不應該是 這件小道具 三層 真的 被敲成白癡 被我們的混凳神選敲成白癡 喔那個是一個可以直劈兩格的斧頭 所以跟那個大劍是一樣的技能 真的是直接被我們打成白癡 然後我們的掌棋手還莫名其妙 然後躺贏撿了一次尾刀之後升級 哇靠你這個 你這個決心增長量怎麼當長棘手啊 兩點 兩點不行啦 哎呀 你就先吃一次體能好了 Fortify賣零點了 反正他最後要是退休不當長棘手的話 場品還可以有別的東西可以給他用 但他暫時先用這個 食物又吃完了 有機會獲利 機會不大 每種食物各兩分 開始往北走 應該可以趕到Woffenburg 還不至於把兩分食物吃完 但是你暫時才能吃完 我現在還是要去吃完 那我可以吃完 那我去看 就是你那些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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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呢 對不對 他一擊的時候也是65 然後防禦稍微差了點 但是至少有天分 所以後續的成長應該會比較穩 要不要先再進個逃兵 這裡有嗎 這裡沒有 對 我順便再確認一下 到底 Coltis的轉換到底是和我們想的一樣 Coltis的轉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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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沒有在操作遊戲的原因 因為我在看邪教徒的一些貼文 關於邪教徒招募的 這個也是要我去保護Fallenstar 可是獅子派來的所以 有點難拒絕 孤狼 8000多塊 退休士兵 民兵 打手 打手應該是最 最有機會的 他還有一個鐵下巴的稱號 愛吃 鐵下巴在哪裡 靠你是肥胖吧 鐵你個頭 自己給自己亂取稱號 然後結果根本沒有帶任何的特徵 四重沒有辦法變 四重也是需要愚蠢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騎士強 所以 既然都要試著就直接用騎士試 這逃兵的參數也不是特別好 沒什麼天分 跟上一個逃兵完全不能比 好想像佈 他被人家... 叫它 退休士兵需要嗎 唉 我看一下喔 退休士兵不算 不算低階出神耶 這只有逃兵算 退休士兵不算 看一下民兵 60啊又脆 結果嗜血 看起來是沒什麼機會的 接接看 幫一些潛力鼓培訓一下 因為他們的訓練費用剛好等級低還不貴 這一隻就印象不是太好 他好像蠻爛的 所以我們不要再亂花錢 就這樣就好 這個接接看打打看 感覺到有一點難度我們就不要了 我是去幫忙保護另外一家的 不是 不是保護獅子自己的 建圍牆 照目其他人加入我們 不知道招募了什麼鬼東西 ok daren 感到害怕 但 daren不用擔心了 你是祭品 你沒什麼好怕的 出擊 出擊 我們招募了一些農民 然後對抗一些徵召兵 一個炮手 一個軍官 增召兵 增召兵也就是車隊護衛的等級而已 蛤 是 不只一個炮手啊 靠腰啦 對啊 怎麼看都不是一個炮手 哇 農民自己衝出去送頭了 怎麼辦 單兵該如何處置 沒有破炮 他真的就只有火槍手而已 好 靠你們的遠房都這麼爛了嗎 有種命中 這個為什麼走到貼身距離 太奇怪 軍官在後面貪身怕死 幾層 23層 4層 12層 4層再先來到 你在家裏 水 萊姆 送士氣的嘛 靠 被這農民氣死欸 他完全就是來給對面送士氣 士氣包 士氣分享包 嗯 狗掛 這死掉的是誰 又是一個農民 但是我的這邊的身體護甲也不太行 不是一個小手 是一堆 是一堆 不然是一堆 不是一堆 是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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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腰啦 兩下全中 必須冒一下血 死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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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火炮的傷害骰的莫名的好 加上我們的護甲太爛了 我已經後悔選農民了 後悔帶農民來 對方的近戰這次初級的距離蠻遠的 所以挺好的 我應該可以 直接爽爽把衝出來的這幾隻抓掉 如果他願意射中的話 還是要分開 對方的對方 要把衝出來 可以 讓我看看 對方的 好 那邊農民直接被斬首 非常好 很好 哇更好 這個自己衝到我雙手錘旁邊啊 不要攻擊了 蹲局好就好了 靠杯啊叫你盾局好 你罵这 叫农民打不打一定要打我的人奇怪 好 好 嗯 我 死掉了是誰 剛能打到LL 剛能打到Magician Ground the Wavering 等一下 剛能還少打一個人 還有打到Anton 所以死掉的是農民 還有Ground the Wavering A Ground the W RUNNER也要不行啊 他的防禦沒有說特別好 暈不到 哇靠這個也沒打到 有一點 有一點賽賽 也不是真的打不贏 這場戰鬥看起來其實是沒有到特別難 那這個要換掉 因為南方的裝甲不夠重 我覺得拿到Daze就很好了 不需要拿到Stone 然後 筆手沒屁用 在這裡 可以吃飯 那些人 要是 要是 有些人 要是 要是 剩下的能不能先穿重一點 為什麼有刺客 我不要刺客 靠 你是還會看我的配裝換人物還是怎樣 我要手炮 有紅裝耶 靠 有紅裝耶 Champion 可是有兩個剛剛 我頭痛痛呢 要怎麼贏 很想贏啊 但 就跟好想贏韓國一樣可能沒辦法贏 幹 64% 塞96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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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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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Yes 手炮兵自己衝過來 可惜沒有急暈 我蠻需要他那個急暈的 因為他急暈可以釋放這個人 變成下一回合先動就可以 去撤起手炮 好 好 拜託不要 OK 很好 全部沒中只有壓制 農民要去送屍氣 他幫忙過來壓制他 不然我不覺得我的人物的防禦扛得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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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為什麼沒有顯示攻擊% 大數 七神一旁 熟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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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靠 暈了 哎你舉盾餒 你他媽舉盾 不要鬧 靠 觉得给他人 mouth 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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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 打頭盔 啊 靠那個釘錘的暈真的是 塞到靠北 被他暈了一次之後就再起不來 然後就死了 沒有紅裝了 事實上這次的砲手人數有點多 這次就剩下徵招兵跟砲手而已 三個砲手都沒開砲 三個砲手都沒開砲 這次的農民怎麼那麼乖呢 哇 夾擊的還是沒有中 糞 這橘盾是一個笑話 這橘盾是一個笑話 有沒有暈 O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靠 终于 终于 还是没有爆头哦 这个疯狂被他的炮手压制 全队的命中率都因为这样子就撑不起来 但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人物的属性太烂了 这场完全没有炮手但长柄一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直接放弃 因为 场柄 场柄其实整体来讲更难处理 因为他们的场柄都是有专精 被贴身的时候其实完全不会扣命中率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个人送到炮手那里 刚才也是下面给我卡一个树 鸡巴 我不知道放生农民会不会比较好 其实从一开始真的就不应该招募农民 干 我不知道他招的素质这么烂 原本以为至少有个民兵的水准 ax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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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隻躲在下面 一直在上面亂放炮 這次暈成功 靠腰了我一直被他佔了 這連自己也一起轟 真的迫不及待 盾擊2次打不到 靠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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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你打开 我可以打开 我可以打开 好 好 不 NO 阿狗 Fuck 又爆頭 本來要去支援狗人家也沒辦法 阿狗 靠沒死 唉 好碎死 打完看看有沒有更嚴重的損失 Unslave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連狗都比你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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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複装 这 哦 哦 哦 啊 啊 9層3層 3層這個是大問題 殺死農夫 農夫動搖 這隻刀 1 3 2 3 4 6 7 7 10 11 12 12 13 16 靠腰啦 去上面啦 你來這裡幹嘛啦 鴿馬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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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鴿馬 compassionate 鴿一定要耐鹿 這個狗已經要把衣服搖壞了 Umslave的頭被敲爆了 我拿到一隻狗 應該是Umslave的狗 Umslave應該是本來有帶狗 我想說應該沒有狗這種戰利品才對 這殺小為什麼還有第二頭 還有第二頭不行啊 不打了 聖地任務跟我們絕緣 我覺得主要是招農民的那個選項太落賽了 其實團隊只要程度稍微好一點點 多一兩個能打就好了 也不用到全隊都很強 看你那個程度是絕對可以打贏 一天向北的送信任務 好 食物可以先出售一些比較有價值 因為我們吃不完那麼多 nerd 選米磅 哪種 劉磺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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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被為了 硬磺硬磺硬牛人 就要排撞硬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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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Q癿�mie 不太確定這個價格到底是不是正常 感覺好像不是 有賣網子嗎 沒有賣網子 有人受傷 人才庫檢查一下 有個民兵 有個伐木工 伐木工是低出生的嗎 應該是吧 伐木工是 伐木工可以考慮看看 有嘗試空間 兩個一起試 伐木工迷信 惡心在遠程 基礎53 其實各項都蠻爛的 這基礎55 靜遠各21 憎恨綠皮 還行 明兵 應該要堪用才對 不過我們都特別跑了一趟北方 我覺得就不要將就在這種堪用的狀態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在路上遇到更好的 好 迷信會比較容易信教嗎 好像沒有影響 他這他影響能不能轉邪教徒的設定好像只根據 愚蠢程度 就是你的出身背景的教育程度 馬人自己又給我想要跑回路面 靠北 我點北邊你他媽的都往左邊走 這G8智障系統 浪費你時間 許多傭兵許多是幾人 那死吧 11人 我只是去送個信而已要這樣嗎 這個是機率遇到的但是他遇到的那個太扯了 那個 哼 我上一次走到野蠻人那裡都沒事 我這一次走兩步就中傭兵 靠腰了 我知道為什麼因為我任務 欸等一下沒有啊 我任務沒有重接啊 但他我不知道他種子到底是怎麼決定 有人去攻聖地然後失敗的通知 我再試一次呢 只要超過rich meadows 我們才中傭兵的話我就讀autosave 馬上輾過 就是直接一直用autosave往前推 去你你 我 應該是不可能被抓到了 我 吃到那些看起來 都是你 威風 你 對 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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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然後貨物還在我身上 是嗎 沒有 任務就直接失敗 所以貨物不會在我身上 你就用autosave推吧 賺這一點屁錢你還要給我出這個 誇張 女巫 女巫加上14隻恐狼 靠腰啦 你怎麼不去吃剛才那個傭兵團 Fuck 留下你的財務 然後你就可以走了 媽這是惡葉森林 混蛋村莊長老給這是什麼狗屁任務 我到現在都沒有回到蠻族那裡過 這半路上都一直在遇到更噁心的東西 這個會虧但虧不了太多 還是 推一下貿易品的進度 儲存一下好不容易走了這麼久 不要再遇到一些屁事然後又從頭出發 啊 啊 中午 幹 打手要測試一下 嗯 三星體能 蠻多天賦的 可是就是沒有攻擊相關的 全看了 牧羊人有一點天分但是初始值有點低 不是有點低 是蠻低的 甚至不到50 商人是大邊 礦工近視野 但是55又惡心 近戰攻防 不錯 我覺得礦工可以 這個礦工留著 這個礦工有機會 礦工應該毫無疑問的是低出生的才對 對 再送信回去 有機會 對 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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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上去又走下来 季品的品质会影响成功率吗?不会 是不是南方打赢?没有 这个脚印让我有点担心 这是受人之类的脚印 不要让南方的节乐队烧掉城镇的建筑 要去找地点的可以先找地点 那个私生指一个邪教徒 东方不远处 继续亏本贸易 东方不远处 这个就是这个地区的名称 大家的伙食吃太好了 实际大阵 不远处到底是多不远呢? 找到了 这种开放世界的游戏 你还跑来问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你有去问过DONSTOP的最后目标是什么? 应该没有吧? 你们发现每一次 每一次问这种问题的时候 很常给人的印象就是 我看不懂这个游戏在玩什么 算我相信应该不是 我弹药很多 买工具就好 这个有点刺激 我先确认一下他的任务地点 他要我保护的是这座城 我不知道过来节约的队伍 我通常规模多大 上一次他打防御圣地的那个任务也是二星的 但是实际打起来难度蛮高的 不太像是用二星可以解释 我两个奴隶都很开心 我也不知道在开心什么 献祭事件一直不来 靠 已经128天了 帮助打赢战争是阶段性的 就是他每过一百天左右 都会有一个大的危机发生 像是南北的圣地战争 还有贵族的三家贵族大混战 或是绿皮入侵 死灵入侵 反正就是各种的危机 那些危机事件你都能够处理 你都能够决定谁的胜负 啊你这些东西全部轮一轮之后 你还是会回到原点 他就是又会再发生已经重复过的危机 像是又轮到圣地一次这样 圣战 但是在全部轮完之前 他不会有重复 全部轮完之前 你是可以确定每一种都会先打一次 但顺序是随机 没有来啊 First Slaver 一个Gunner 然后海量的 海量的奴隶 我们这边跟军队一起打 应该会超级简单 看奴隶都还送死 都不要动了 反正等军队打完 我们剩下的我们再动手 因为奴隶这么多 一定还是会有剩 OK 看军队表演 干军队给我带机 你妈啦 军队你带机屁哦 就不要动了 全部往上走 Shit,這不是我要你走的路線 2112 他們的盾兵線超級被動,能不能再被動的屁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遠程的優勢太大,所以不願意前進 最近他們對方的手炮兵就一隻 然後他們有弩兵 暈掉 還好都沒有暈到 命中率22% 奴隸的暈眩命中率有22% 好像是真的被暈到會哭 22%比想像中的高很多 還好都沒有成功 但是手炮兵的暈眩成功 已經加18命中率了這樣還甩不到 頭盔被打爆 奴隸的士氣是會彼此動搖的 所以奴隸只是不會影響到他們爭招兵的士氣而已 但是奴隸自己會崩潰 北方軍隊動起來了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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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t 這跟我想要的效果不太一樣 Fuck 看不到 感觉这只应该还是一定是打我的人 因为我的人物防御应该是跟这些军人比不上 所以即使是对方长起手闪避应该比我的长感要高 晕掉这样就没有盾墙了 继续站在这里就可以 我现在不打的话等一下是一定被长柄打死 可是我现在打也不一定打得死 就赌赌看吧搞不好他可是也不对 他有Nimble 赌赌看他搞不好他不会死 至少拿到手炮 应该有不太确定 但手炮兵是死在我手上 真的是打对方的长起手那太好了 我护甲可以不用修的那么贵 哇还是被捡走了 不和你 啊 Shit 尾刀不刀 他的掌棘手等一下就要動呢 拜託 Yes 我看下面還有火口 我以為下面已經清完了 好 OK 死攻 好 反正環圍進去這也是沒體力攻擊 不如就不要換了 直接等下一回合 休息下一回合的先發也會比較高一些 直接爆頭 戰利品不多了 至少這個是躺勝 照這個任務的描述就是肯定防止不只 需要防禦不只一波 A Few Assassin Assassin可以A Few的嗎 Shit A Few A Few A Few是兩到三隻 我沒有看到他副手拿什麼 A Few Aبي 我已經感覺很不妙了 我們應該是退二阿 這個沒有什麼理由 待在原地打 前面還有一個高地 退二先讓奴隸撞上來輕一輕讓我們有機會包夾一下 盾兵看有沒有把他拖住 對方的主力都集中在中央嗎 有一個刺客離我們離的比較遠 幹了好十字弓手 等他們撞上來 這傢伙的護甲完全沒有維修到 也許我應該等他們燒燒成燒一陣子再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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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確定命中率 還是有中70級發嗎? 大好的機會你這樣給我搞 打白 避免人家吃的是火焰彈 我們還是先往後推 這應該是閃光彈吧 看起來 9層 15層 18 11 18 20 20%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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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崩 成功率都太低耶 你先把一塊土片和爛 掉下去 爛 爛 爛 靠 你舉盾呢 fuck 算了這個廢物死了真的沒關係 那舉盾都可以被打成這樣 參數真的是爛到不行 靠腰啦 他真的還是有火瓶 尬 IK應該是死定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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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次個不靠士氣應該是很難贏 因為真的很不好命中 哎呦靠他打他有80% 看這邊只有19% 妖獸 哇 他跑了 哇 他跑了 你趕快去揪菜鳥 你趕快去揪菜鳥 你趕快去揪菜跡 只是判賣 那 你拚吧 啊 好 沒可能 你 prus 努力還跑回來了 靠北 啊菜鳥還是掛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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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努力很會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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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最該死的沒死 他腦殘活下來 重打看看啊 我覺得兩個刺客是有點難 對 兩個刺客 加上有火焰瓶是有點難 忍 把菜鳥留在正形的中央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 我覺得重點是要 要給他有加命中率的武器才可以 可是他的體能又太爛 這也是為什麼一開始給他的是雙手 他乾脆在前排拿場命追好了 這樣的話他偶爾塞中一次暈眩就可以了 兩個刺客都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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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腰了 你為什麼已經結束回悲難了 這個陣型感覺好像他把刺客當作遠程兵種在保護 Oh shit 是 欸笨狗你跑錯地方 還好不是捆狗 把洞都放在一起 啊 好暈屁喔 狗打個奴隸應該沒問題 還好我有帶一機 所以我的掌騎手跟大鎚都有在減少一回合的閃光彈持續時間 因為他等於這一次的結束回合就消耗掉這個一回合 但其他人物就沒那麼幸運了 壓直到火焰彈目前都還有一點護甲 靠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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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Nimbo真的是很難打死 天 時刻被dazed到 沒有暈 收頭失敗 這個有扣防禦吧 腳踝應該有扣防禦 手肘應該是扣 已經扣他攻擊了 來就好 這個還在待機 好 好 等一下 好 ok 你爆頭 靠 他已經沒護甲要死了 你給我爆頭 刺客有九命乖貓嗎 有點忘了 有的話蠻不妙的 OK沒有 直接結束回合我希望他保留體力 反擊看看 他把我去追狗了 身體護甲已經燒完了 阿狗應該是沒希望的 帝哥 快走 你不要打爆 那你變成一隻 快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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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頓級失敗 頓級失敗 掌棋手你搞笑喔 我知道你沒護甲但是至於嗎 至於這麼廢嗎 我們太多人的血量是很糟糕的 這場的地形其實還不錯 有利用空間 好 幹是可以跑上去 我本來是希望他待在下面 下面的人還這麼多結果他已經先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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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盾然後把自己換到後面 天才 那你舉盾幹嘛 靠 靠 靠 啊 40%耶,難得的機會耶 把握一下 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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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辦法往上支援 等他動 看他舉不舉盾 這往上支援的話 這隻刺客其實有點危險 等一下要換他了 往上支援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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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嘩嘩 用錯技能 靠杯 7滴血 动脉割裂 靠腰啊他没办法换位 他死了啊 你还unslaved再见了 干 算是他每回合流血3滴应该也是很难活下来的 我刚才在算的就是这件事情 靠 你还有 最后是被火瓶烧死的 自己的一个人 你还能发生什么的 什么又要来 那这个人 有什么有什么 有什么都没办法 那這種意思 我一直有冒险 也保持在这边 就是这些个人 他们拥有wise duplic点 我有点没杂点 終於丟死 終於丟死了 死人跟上次的組合差不多 但是起手不要死 其實就還可以接受了 狗被打到了 靠! 71%你他媽miss 菜鳥撿到尾刀 好 也是割裂動脈 沒有暈 沒有暈 靠! 74% 手受傷了 1% 3% 3% 1% 3% 1% 2% 跟Hardwig都掛了 其實死人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本來覺得是這個AK死的比較沒關係 Hardwig我記得是比較晚加入的邪教組 參數稍微好一點 狗都沒死耶 我們連續幾場降下來狗都沒有死 先看一下這附近有沒有Temple 我們需要治療一下 這裡只有Armor 這裡有Temple 這裡也有 所以我們就回任務地點去回報的時候再治療 看一下升級 菜鳥 加3加3加4 還行咯 其實他是非常好的起手的料耶 對 但他又還沒轉成邪教圖 所以 不好說 好狗命 真的 邪教圖 邪教圖狗的生還率意外的高 然後邪教圖意外的低 我猜是因為邪教圖本身的防禦比狗還爛最低耶 每次都先打邪教圖 也不是先打狗 賺了2000多塊 來 倒獵者 看一下 遠房 這是遲疑嗎 那很爛的 不用考慮 等一下看一下那些殺人犯 屠夫 殺人犯 體能超群的殺人犯 三星的血量 先發111 先隨便拿 拿一套 這幾次都超過 拿一套接近15點體能扣除 先發剩下100 還行咧 對還行 可是他的 攻擊參數又不是太好 等一下 這是其中一個人而已 這個比鐵費差 對這個比鐵費差 但是 你如果要拿他練那個 重甲重垂流 然後不點體能的話 他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點這個 牌發音的 好 屠夫 信存者屠夫 感覺之前看過他 有夠爛 最後一個是誰 你 也是殺手 貪婪 都沒什麼天分 他不太好看了 獵人也看一下有沒有 愚蠢之類 沒有 不夠呆 這招募不了 太聰明了 我到找到這個偷東西的腳印之後 我們就存檔了 下一次從這個進度繼續 好遠 這是有幽靈的 但邪教徒應該不太怕幽靈 這腳印也太遠了 瘋狂逃跑 我食物不夠 我不要這個進度 我們接任務之前的這個進度就好了 對齁療傷我忘記了 感謝提醒 這全部都要療傷 好啦先這樣 下一次從這個進度繼續玩 那個逃跑的部分 看我們之後重新獨檔的種子會不會換 他不要跑那麼遠比較好 他跑太遠 我們光是來回復薪水跟食物都不太划算 現在薪資是真的很低 以正常玩到這個全隊接近10級的時候 你是很難這麼低薪資 但是 我看一下 還沒轉換的這個人就佔了多少錢 奇怪他的薪水寫了 這裡 他現在才7塊錢 OK 但你看到這個9級的邪教徒才15塊 這薪水真的超級低 你一個僱傭兵可能可以抵掉45個邪教徒的薪水 所以 就同等級來講 所以 這個團隊後期是真的有存錢的 有存錢練才的機會 那我們也不能夠一次死太多人 但偶爾死一兩個過渡期的邪教徒 是可以接受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今天的Battle Brothers 就先玩到這邊 我還要繼續去測試電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